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金咖啡美术店的丙峰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丙峰 你好 你好 那想请丙峰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我老婆以前是 还是女朋友时候嘛 她有想要做咖啡的这个产业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啊 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做 然后所以就过来做咖啡 但是那时候我只是对咖啡有兴趣 然后没有专业 所以那 为什么会变成我 后面变成我是专业的 是因为 因为店开下去了啊 就是你就要赚钱啊 如果你不去好好经营的话 它就变成投资失败嘛 然后就变成是我自己 深入去研究 是 应该是说其实你最开始你的职业是训犬师 对 然后到后来因为老婆的关系 想说就慢慢的试试看去投入 没想到后来就是因缘机会做到现在 对 好 那想请丙峰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嗯 挫折 就是餐饮业最大挫折大概都是因为这个疫情 对 然后尤其是禁止内容 那半年大概三个月半年 真的是最大的 的问题了 对 因为那个收入大概真的只有十分之一把 甚至有的还不到 嗯 对 那真的为了要撑过这段期间 很辛苦 是 真的 因为疫情那阵子其实造成很多管事餐业啊 各式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业主都会想说 要怎么撑过这个难关 但是其实能撑到现在 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 那回想请丙峰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在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嗯 印象深刻 就是 比赛得奖嘛 比赛得冠军当然印象深刻 啊 印象最深刻就是有 学生 我带的学生 拿到台湾冠军 然后参加国际赛 世界赛 就得到世界冠军 嗯 是 然后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其实这个世界赛它是办在中国大陆的云南 然后 其实我跟我学生就 要出发前我就说 我就一直想要带着国旗 但是又觉得它是在中国大陆 然后又不敢带 好我就没带 然后 然后我们到机场的时候 我第一次 第一句问她的怀疑是 你有没有带国旗 她说 我很想带 然后我说 所以你没带 我说 我没带 我说 我们都很想带 都不敢带 然后 当大陆想说 算了 也要得到冠军 前三名才可以拿国旗 然后说 我们不要 搞不好也拿不到 没有办 结果 他真的 公布得世界冠军的时候 哇 我真的 我真的是 两个在台上 真的是 很激动 然后最恨的就是 为什么没有把国旗带出来 好可惜 真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可以拿到 第一名真的是冠军 真的是非常 但是我想说 如果国旗拿出来 搞不好我们两个就回不来 这是比较有趣的 是 好的 想请丙峰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你们的核心价值是 希望顾客喝到你们的咖啡 是什么样的感觉 受呢 好 喝到我们的咖啡就是 有好的咖啡跟好喝的咖啡 那好喝的咖啡是主观的 我身为评仇 我觉得这是第一名 它是冠军的咖啡 但不见得给你喝 你就觉得它是好喝 你甚至有可能觉得 它很难喝 为什么 因为咖啡本来就应该是要 有什么味道 既定一下 但是你喝到这杯咖啡 可能是很像一杯水果茶 所以你不见得觉得它叫好喝 但是我想提供好的咖啡给我的客人给 然后把这个观念推销给我们台湾的这些朋友 因为好的咖啡是它有一个专业的系统去评断 那杯测试它会把不好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或风味 它会把它筛选出来 对 所以我想要提供的是一个好的咖啡 是是 好那我想请丙方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你们现在目前所出的这些咖啡 有哪些系列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咖啡豆 然后充足好的 充足好的 冷脆咖啡 冰地咖啡 冷脆咖啡 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 已经把你磨好 然后它就是 现在其实蛮流行的 二瓜咖啡 是 那可以请丙方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说真的咖啡 其实是一个蛮主观的 喝起来的感受 每个人都不同 那你可以教我们说 要怎么样 让顾客就是 辨识说 这个是好的咖啡 还是坏的咖啡呢 坏的咖啡啊 其实好的咖啡 就比如说 这很多你喜欢的风味 有茉莉花 桂花 苹果 杏桃 很多好的风味 只要你喜欢的风味 那它都是好的 那不好的 就有 有制定出来 然后大概有三种 一个就是土味 泥土的味道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橡胶的味道 然后第三个 就是一个 吸药 药味 氛味 这样子 那这个药味 其实有点 像淘白水啊 蒸入碗 那种药味 对 它是比较像是 在烘焙的过程中 是用劣质的东西 去做 还是说 那就是因为它 咖啡豆 咖啡豆本身 它可能发酵过度 那或者是 它已经有 黎菌感染 细菌感染 然后你再去 烘它 把它烘出来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产生 有橡胶味道啊 或是 吸药的味道啊 是 对 那因为你黎菌啊 其实 汁是对人体有害嘛 细菌啊 过度发酵的东西 是对人体有害的 是 那想请丙蓬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顾客肯定的例子 那你是 支持您前进的动力呢 顾客肯定 其实 就是 也是在疫情的时候 那都快撑不下去了 那有时候 可能跟老顾客聊天啊 他们就会 就会直接 跟你说 那我要除止 然后直接除止 两万啊 三万五万这样子 对 就是好几个人 都会这样子 用行动支持你 是 因为他说 就真的很怕 怕你撑不下去了 刚 就开没多久 然后 如果 这一间新店 如果开没多久 你又倒了 这样怎么办 找不到 你喝不到好喝咖啡 是 因为其实真的 顾客真的是用行动在挺你 就觉得说 你真的不能倒 虽然这个疫情 真的是比较健康的时间 但是想必 现在都已经走过来 那一路下来 真的是非常感谢 就是支持你的客人 那我想请丙蓬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对于公司的 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 短期的 的规划就是 人事啊 人事问题 对 因为我觉得时代在改变 就蛮快的 现在的 新鲜的 的同事 求知者 这样子 就是观念已经不太一样 不是说 有 钱 钱少 基本上一定不做 但钱多也不一定要做 对 你知道还会顾虑到心理层面 那 但我觉得人都要学习嘛 对啊 我觉得我们活到就要学到老 要去了解 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子 对 那其实学 去了解 那学习 其实对自己也是好事 也可以应用在 在很多 很多 方面 我们自己公司上面都可以 那长期的规划其实就是 现在就是网路的世代了 那我希望把我的产品 不只是在台湾的实体店面 这样子贩售 而是我希望它在网路 台湾的网路 或世界上 是可以让 大家看到的 是 应该是说 现在其实不管住哪一个产业 虽然人很多 但是人才非常难找 对 所以想必在过程中 可能都是要透过跟年轻人的沟通 看是 怎么样可以达到企业跟 就是 那些年轻人的平衡 对 那当然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 其实丙峰 他们在咖啡 这个界的部分 其实有到非常地方 非常多地方去就是比赛 那也就是拿了冠军回来 那其实一路上 其实有非常 很多顾客看到你们的表现 那也是很支持你们 那我想请丙峰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就是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 那如果他想要投入这个领域 又或者是说 他想要创业的话 那你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要想清楚 然后非常喜欢 因为咖啡真的赚 就目前我所认知 你要赚到很多的钱 真的很难 那尤其是 要找我合作加盟的 其实我都会说你大概 开键店最少最少三百万 然后你的月营业额一百万 那你的精力再怎么高 以我自己的经营是 超 没有办法超过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觉得要想清楚 就是说你要真的是喜欢咖啡 再去做 如果你真的 你觉得咖啡可以赚很多钱的话 那我会直接用现实去 让你的那个幻想破灭 是 因为其实这个过程中 创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除非说你真的是非常的坚定说 我未来 我就是唯一想做可能就是咖啡 然后对于这个产业 真的是非常热爱 你在做 你在于对于未来 可能在规划上 也会比较平顺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 邀请到金咖啡美术店的丙峰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那我们就谢谢丙峰 谢谢